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何虎 那么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麦子商城的制作 麦子商城我们在前面主要给大家讲解了这个首页面的一个实现 那么在上一讲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制作这个购物列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产品列表的这个页面 那么对于上一节呢,我们主要完成了这个用户信息的一个列表功能的设计 还有呢,就是分类商品,推荐商品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之前的CSS基础样式之上呢,去完成的 那么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这个推荐商品的一个列表 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列表的一个实现 产品列表的实现呢,从框架上来看的话 这里呢,我们放大一点哈 从框架上来看,那这里呢,它是分为上中下三个 这个内容 那么上边呢,我们在上一节已经实现了 这个子列表这里呢,我们在上一节呢,已经也实现了 而只不过我们实现的时候呢,是利用了一个spin标签 然后下边呢,利用的是UL标签来实现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主要啊 这一节主要是实现这个下边的这一块 下边这一块呢,它实际上分为了两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 就是上面的一个选项卡的一个设置 选项卡这里呢 有排序 销量 价格 然后这些选项卡 那么这个我们要使用div加css 结合css呢,来实现它的记录功能 然后这里还有下边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详细的实现 下面呢,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它分为左和右两个部分 那么有同学可能说,这里下边的部分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分为左、中、右呢 这里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分为左、中、右的话 那么这里的文字,那么它应该是靠这边对齐的 而这里呢,它是跑到右边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从宏观上把它分为左和右两个部分 然后左边呢,放图片 右边呢,又分为上、中、下三层 也就是上边放一个div 中间放一个div 下边再放一个div 这个div里面呢,再嵌套这个a标签 然后给它加上相应的这个背景图 或者说这个imagic图片 然后可以实现点击它的时候 然后进入到相应的这个页面 这个是我们这节课要实现的一个基本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页面 这是我们在上一节实现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看 OK,这是上一节实现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呢 大家下来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整 那接下来我们主要要实现这个列表 产品的列表这个模块 那么实现产品列表呢 大家可以看这里呢,为了节约时间 我下来呢,先简单的做了一个demo 那这个demo呢 是一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效果图 实现的一个简单的demo 那这里呢,鼠标移上去 然后呢,它这里显示出了一个 它的一个背景 然后这里呢,下面的CSC样式呢 还没有做详细的调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卡的这个功能呢 是如何实现的 选项卡的功能其实呢,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呢,把它理解为一串的A标签 或者呢,DFV 然后我们让它呢,浮动 然后呢,我们给它加上一种宽度 然后设置了它的背景 这是一个设计的基本原理 然后我们切换到我们的这个页面 来分析一下 这个CSS呢 DFV呢,我们已经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效果 那从代码量上来看的话 我们如果要手敲代码呢 其实也还是比较的快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这里呢,放了一个选项卡 然后选项卡里面呢 这里我们放了一串的A标签 哦,A标签 那A标签呢 这里有排序啊 网络推荐 这个根据效果图里面的 这里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呢 那可以使用搜狗输入法里面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符号 然后输入 然后这个向下的箭头 然后浏览量等 那都是放在A标签里面的 然后 这旁边呢 又放了两个 span表签 这两个span表签 分别嵌插两个图片 这两个图片呢 在我们效果图当中呢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要点击它的话 就可以实现列表 如果点击这个 就可以 这个图片列表的方式来进行显示 当然这种方式呢 我们这里呢 就不再实现了 其实呢 要实现的话 也比较的简单 那么图片列表的实现方式呢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网站的首页面 网站的首页面的那个图片的列表 就是这里 按照图片列表的方式来实现 好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详细的列表 这个呢 是按照一个详细的列表来实现的 这个是按照图片列表来实现的 好了 我们这里按照我们的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呢 先来定义 一个这样的选页卡 首先找到这个容器 然后在这个容器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 拉开一点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注释 这个是 产品列表 OK 那么产品列表里面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 上下两个容器 这是我们的 这种流逝布局的一种结构 然后这个上边呢 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选项卡 然后我们把这个是 把这个选项卡写在这里 选项卡 然后我们这里呢 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直接粘贴过来 OK 那么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DAV 先粘贴过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放的是一串的A标签 然后这个DAV呢 它的结束标签呢 是在这里 然后这里呢 我们给它定义了一个 Present Relativ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这个DAV 作为一个相对容器 然后呢 这里面 对于这个span标签而言呢 我们给它定义了一个绝对 然后这个绝对定位呢 是相对于它的附容器 Relative的一个绝对定位 然后向右 这个 利于右边呢 是60个距离 利于它的这个附容器的上边呢 是五个相数 然后对应了这两个图片 这个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的位置呢 不一样而已 然后现在呢 主要是这个A标签 它对应的这个CSS样式 那这个CSS样式呢 我们可以能在这儿呢 给它定一个class class list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之前呢 已经给它定了一个list 然后找到上边 我们把这个 这个样式呢 把它取过来 然后我们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这里呢 我就没有一行行的去手销这个代码 这种方式呢 要稍微节约一点时间 那么对于list 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一个 就是这个DAV容器 它的副容器 这个副容器 list 我们给它定义了一个宽度 定义了一个 这里定义了一个边框 边框 然后下边呢 这个payball list 就是选项卡的一个列表 选项卡列表呢 我们给它背景的一个 定义了一个图片 score BG scoreBG 那大家可以呢 去找到 我们的imagine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图片 那这个scoreBG 就是这个图片 scoreBG 这个 这个图片 那注意哈 它是26个像素的高度 26个像素的高度 那所以 我们这里呢 给它定义了以后 我们这里呢 在下边 它的这个A标签这里 或者说在上面呢 也可以给它定义一个高度 然后这里呢 对于这个A标签而言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DIV 下面的这些A标签 我们呢 给它定义了一个 相应的csc样式 给它定义了一个边框 左边的边框 是一个像素 实现 灰色 右边的边框 一样的 然后这个text name 内容呢 设置为 区中 行高 设置为26个像素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宽度 我们给它定义为80 显示的方式呢 inline block inline block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放在一行 inline block block是砖块的意思 就是块状 放在一行呢 按照这个定义的宽度和高度 来进行显示 然后text direction text direction呢 这里我们是给它定义的 就是它的这个A标签 它会自动产生一个下滑线 然后把这个下滑线呢 给它去掉 然后它字体的颜色 还有呢 它的这个margin 我们给它去掉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鼠标 这里大家看一下 鼠标移上去 它为什么会显示它的一个背景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A标签这里 给它定了一个Hawr的一个事件 应该是Hawr的一个类型 然后Hawr呢 是就鼠标触发的时候 鼠标移上去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这个背景图片 显示个背景图片 还有呢 就是下边的spy标签 我们这里还没有给它做相应的定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css样式 因为我们这里使用的是点定义的 实际上就是啊 通过这个类比 类型来定义 那打开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显示 相应的这个样式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么现在呢 它已经按照我们的这个预览的效果呢 就显示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下边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列表 那么产品的这个列表呢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左和右的两个结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它的下边 这个div里面 这里我们也可以呢 给它定义一个左边的和右边的一个结构 而右边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的结构 那么这里呢 先用div来搭建它的一个框架 这个就像修房子一样 先用钢筋混泥土 然后呢 把这个基本的房子框架搭建出来 然后最后呢 你要把它装饰成 这个欧式风格 还是呢 田园风格 还是什么什么风格 那么我们用css样式来进行修饰就可以了 这个都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打开 我们的这个预览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下边的这个div 下面的这个 我们这里呢 这个是 产品 OK 然后这里呢 中间的这个div 就是左边的这个div 放的是一个图片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这左边的这个div 放了一个图片 好 那大家看一下 这里我们给它定义了一个float left 宽度呢 是120个像素 还有呢 这个图片的 这里我们给它定了一个图片大小 图片大小 好了 那么下边呢 我们再看一下 下边呢 这里呢 同样的 这个我们要给它定一个 浮动 向左浮动 因为这个容器和这个容器 我们来看一下 拆分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两个容器 它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它们应该是并列的 并排的显示 而这个是右边的 这个是左边的 它是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的一个靠起方式 然后这是左边 这是右边的这个容器 下边的这个div 这里面呢 就是放了这个 产品的名称 然后对应的一个小的 一个箭头的一个图片 然后下边呢 这里再放一个div 就是我们把这个div给覆盖掉 这个里面放了spin标签 有市场价格 会员价格 还有这些各类的价格 然后它这里的一个 我们把它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效果 但我们还没有按照css 进行给它进行详细的 一个分类的一个设计 先把这个框架呢 给打建出来 然后这下边呢 是几个按钮 那这几个按钮呢 是放在这个div里面 我们把这个div呢 进行覆盖 大家看一下 OK 那么这个div里面呢 就有一个a标签 这里面每个a标签里面 签到了一个图片 那么只是说 它这里对应的 要链接到哪个页面 我们这里呢 还没有给它进行设计 那么比如说 这个是cat by.html 这个页面 我们还没把它做出来 在后边呢 我们会把它做出来 这是购物车的一个页面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咱们这个页面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通过css的样式 来进行一个简单设计 那么这个选项卡的列表页面 我们刚才呢 从这个宏观上 框架上 给大家做了一个定义 这个呢 是上面的这个选项卡的一个列表 然后下边呢 是这个产品的一个基本的列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里面的css样式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 首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css的这个样式 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个是选项卡 这个下面的列表 好 列表 我们可以给它 加上一个class pro-list pro-list ok 那么这个css样式 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到这里来 ok 点这个 然后针对这个样式下边呢 我们 看一下 这个是左边的这个css样式 我们可以给它订一个 我们可以给它订一个 然后把这个加进去 然后下边这个是它的详细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给它加进去 list info list info 对吧 对啊 这里是大括号 然后这里是css这个style这个就不要了 ok这样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它设计一下它下面其他的这个这个DAV和DAV之间的这个宽度 这是List info List Imagine 然后它下边这个DAV我们还可以给它设计一下它的对齐的方式 我们可以让它靠左 Dex name 靠右这里是right 然后这个info in list List info List info 我们还可以给它设计一下 它下边的这个DAV 呃 间距啊 上下 比如说是五个像素的间距 就上下左右各五个像素 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可以增加一点 比如说十个像素 我们看一下它又是个怎样的效果 哦 对 然后这边的这个它还可以往这边来一点啊 这边如何让它往这边来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宽度 哦 加一个宽度 这个list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宽度 比如说720 来看一下 不是这个啊 应该是这个 OK 我们这里来刷新一下 这个是500 改成720 改成720 超出了 超出以后它就下来了 对不对 这调整一下 因为它总的是720 这里是620 120 600 这个可以再稍微小点 比如说590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它中间呢 还涉及到了一个什么 magic 10个像素 OK 这样呢 就相对说要好一些 然后这里面就是这个文字的样式 这个文字样式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效果图 参考咱们这个效果图 这里呢 有一个啊 这个从中间的一条横线穿过 这个呢是黄线黄色的文字 我们可以呢 来给它设计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 那么先找到这个DLV 先找到这个DLV 这个是会员价 这里呢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style 直接在这加就可以了 TaxDirecting 设置为Naiso 然后会员价这里 会员价这里呢 可以style 可以给它加一个颜色 Color 黄色 那么并且呢 这个字体 FuntSize 可以给它加上 FuntWeight 应该是FuntWeight FuntWeight 可以给它加出board 那就是一个 那基本的效果 就和我们效果图里面呢 就非常类似了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实现 它的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进行一个复制 重复的复制 这个是产品的一个列表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DV到这里 应该是到这里结束 到这里结束 我们可以呢 给它复制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你把这里面的这个图片呢 给它改一改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基本效果就出来了 哎 好 这里复制可能还是稍微复制 有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刚才的这种情况 就这种情况 那很显然这里呢 我们会想到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下边使用了浮动 那么浮动呢 它会带来一个效果 就是浮动的延续性 OK 那么这里呢 考虑到浮动的延续性 我们可以呢 去找到 这个per listIn4 这个大的容器 就是我们刚才复制了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容器 找到以后来做什么呢 我们给它设计一个统一样式 就是每一个结束的时候 我们让它清除浮动 ClearBoss 给它添加一个ClearBoss 那么应该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了 我们的这个效果呢 就基本上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大家下来自己呢 去把里面的内容呢 再详细的可以修改一下 这里 我们把图片 这里我只是把图片改了一下 这里面的内容呢 大家下来自己可以去修改 还可以增加 还可以增加 然后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就主要去实现了这个列表这一块的功能 然后下边呢 还有一个这个分页 分页的样式 实际上我们有现成的代码 我们下一节呢 可以直接给大家贴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分页呢 实际上网上也有很多这个分页的这个代码 当然一般在程序开发过程当中呢 也是由程序员 一般由程序员这个来实现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样式给它做好就可以 那样式呢实际上网上有很多这种样式 好了 今天这一讲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将继续实现其他页面 好再见